好,我們現在要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居士大家阿彌陀佛 好,我們再繼續看這個地藏經 第八頁,倒數第二行 講到這裡 你有嗎? 沒關係,我看看你們就好 好 接著,我們在底下看 他說 二十 前面是釋迦佛到道立天 之前有一些天神 有一些鬼王 全部聚集在道立天 說這個時候二十 釋迦牟尼佛跟文殊勢力菩薩 告文殊勢力法王子 菩薩摩托 文殊菩薩可以說是 文殊菩薩跟弥勒菩薩 這兩尊菩薩大概就是大聖佛法裡面最早的兩尊菩薩 那麼,彌勒菩薩是公認的,不管是南傳北傳 都公認的是釋迦佛之後的菩薩 其他的,大聖的裡面有所謂的四大菩薩 除了彌勒菩薩之外,有所謂的四大菩薩 文殊,普賢,觀音,還有地藏 彌勒是公認的,就是南傳北傳都公認的 那麼其他的,南傳的不一定 南傳的菩薩只有,講菩薩只有兩個 一個是已經成佛的釋迦菩薩 一個是還未成佛的彌勒菩薩 當來成佛的彌勒菩薩 但是大聖佛法裡面的菩薩非常的多 還有,南傳跟北傳的菩薩概念不太一樣 都是當來成佛 但是南傳的菩薩是凡夫 要成佛以前都是凡夫 北傳的菩薩就不是 北傳的菩薩是有凡夫有聖者 但是要成佛以前的菩薩是聖者 叫做一身補助 所以我們稍微先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這裡可以聽到 一般來講 那麼如果從這個 這個綠色的看得見嗎? 應該是看不太見 那麼基本上來說 凡夫跟聖者 一般來講 我們後來的所謂的 十信、十住、十行、十地、十回向 等絕、妙節 所謂的五十二個階位 那麼這個是 綜合所有的經典 把它匯集成五十二個階位的 那波羅經裡面 基本上就是講十地而已 那各個經典匯集成 就十信、十住、十行、十地、十回向、等絕、妙節 就變成五十二個階位 應該是五十一個階位 第五十二個廟絕是佛 但是如果從大致論裡面 《波羅經》的十地菩薩裡面 那麼它也 它主要是分 主要是分兩個 就是早期的 就是最早期對菩薩的分類 大概就是 所謂的 所謂的出發心 出發菩提心 出發心 然後久修行 就我們順便講一下 出發心、久修行 然後阿彼八字 阿彼八字是不退轉的意思 所以這個分叫阿為樂字 阿彼八字 跟一生補出 那麼這個是凡夫 這個是聖者 這個就是正無身法人 就是聖者 那這個文殊菩薩 它叫做法王子 那法王子就是一身補出 所謂的一身補出就是 他菩薩最後一身 再過來就不是要菩薩 再過來就轉成佛陀 就變成成佛 那麼所以 這最後一身做菩薩 那菩薩生結束了之後 那麼過來就是佛 比如說彌勒菩薩 那彌勒菩薩就在這裡 這個是大聖的說法 彌勒菩薩在這裡 但是如果從大聖裡面有些講 那麼一身補出 那麼一般就是所謂的妙訣 但是有的也等同十弟 那現在就是 一般來說就是 主要就是分這兩個 凡夫聖者 那彌勒 如果從大聖佛法來講 那麼彌勒菩薩是一身補出菩薩 這個叫做法王子 法王子 法王子就是 王子就是等這個國王 等這個國王下一任 就是讓他接國王 那法王子就是 這尊佛過後 下一尊佛就是他了 下一尊佛就是他了 下一尊佛就是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是聖者 但是 如果是難傳的 他就不是這樣 難傳的是 這個 道立天 不是道立天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都是依釋迦佛 釋迦佛 釋迦佛在多率天的時候 釋迦佛在多率天的時候 這是最後一身 從多率天下身來人間成佛 所以這個是最後一身 最後一身 叫做一身補出 來人間成佛 他也是一身補出 但是他是凡夫 他不是聖者 他在多率天 也是最後一身 最後一身來 他就決定要成佛了 這個時候他還是凡夫 所以他在菩提術下以前 都是凡夫 就是在人間成佛 在菩提術下 這個概念不一樣 就是 在菩提術下以前 在菩提術下以前 成等正絕 菩提術下成等正絕 所以這個時候他才是聖者 菩提術下以前都是凡夫 可是如果從大聖的角度來看 他在多率天 他就是聖者 那麼來人間成佛的時候 你看他是凡夫 其實他不是凡夫 那像僧文出國的也是這樣 出國的聖者 他是出國 但是他生刀利天 或是他是惡國的 他生多率天 那麼他再來人間的時候 你看他還是凡夫 其實他不是凡夫 也有這樣子的 生文裡面也有 因為出國有七師往來 那七師往來剛出國的時候 他跟有凡夫一樣 他跟凡夫一樣 你看起來跟凡夫一樣 但其實 他內在的子跟凡夫不一樣 那麼 所以 但是就從南傳北傳的看法不一樣 南傳北傳是 到這裡他就阿比八字 那麼如果從北傳的看法來講 釋迦佛在南登佛的時代 南登佛的時代 他已經是聖者 南登佛到這個釋迦摩尼佛這樣來 到他成佛 中間經過了四十幾尊佛 他已經是聖者 但是如果從南傳的角度看 南傳菩薩只有兩個 一個是已經成佛的釋迦菩薩 一個是未來當來成佛的彌勒菩薩 就只有這兩個 那麼 他是就這個世界來說的 但是大聖佛法講的是十方世界 那麼十方世界 一尊佛 這個佛只在這個三千大天世界 其他有沒有 其他的三千大天世界 有啊 一個大天世界相當於一個銀河系 差不多 如果我們把它換算的話 差不多一個銀河系 這幾尊佛有多少個銀河系啊 銀河系上一個大清理 因為他是一條一條一個而已 所以十方世界其實都有 那麼照理講應該是有 也應該是有 所以像文殊佛法正業的 那麼在大聖佛法早期 最初期的大聖佛法裡面 最早的就是兩尊佛塔 一尊叫做彌勒佛塔 一尊叫做文殊佛塔 文殊佛塔是比較早的 那文殊佛塔的傳說也多 在這裡文殊佛法王子 聽說是七佛的老師 他的傳說也多 有一類的經典 是專門文殊佛塔 專門是文殊佛塔的 你看看文殊佛塔 在大聖佛法裡面 表智慧非常的重要 那只要他出現就表示 只要他出現就表示 這個是需要智慧的人才能理解的東西 那會不會是這樣的 那我們先說到這所謂的 所謂的菩薩的概念 基本上是這樣 那來人間成佛的時候 菩提術下 南傳的菩提術下成等就也成是聖者 在東外天都還是皇后 一直到來人間成佛以前都是皇后 但是如果從大聖的角度看 他在九眼節 就是阿比麻士的時候已經是聖者 如果從釋迦國是南東國 那麼如果從這個米爾國 米爾國還要看他 什麼時候還要成為聖者 那麼如果釋迦國在南東國的時候 已經得無聖法人 南東國已經跟他受盡了 當來成佛了 當來成佛還要得很多 所以到江瑟國的時候 是這一尊 然後後來就換他了 這個時候已經是聖者了 那你看他在 你看他在 生在古往 跟一般的人一樣 有王公 又娶太太 又生小孩 但是其實他已經是聖者了 出國聖者也有結婚感 他也會短暫的享受武力 但是他終究會覺悟 他會覺得這個不究竟 他一定會 因為他已經最後一生 已經成熟了 怎麼這樣會講 什麼是成熟 他已經成熟了 所以 所以一般我們要說 天職 地利 人和 然後他一眼成熟 這個種子 他內在的力量 跟外在的環境 他自己就會發揚 其實是這樣 好 這個是當我們 就這個所謂的菩薩 先了解一下 所以他這裡說到 他這裡說到 這個文殊勢力 文殊勢力是文殊菩薩 法王子 法王子是一生苦術的意思 就是 王子是未來要成為國王的 法王子是未來要成國的 菩薩摩摩摩是大菩薩的意思 一般叫做菩薩 那講到菩薩摩摩摩摩摩摩 就是大菩薩 那通常要講菩薩摩摩摩摩 基本上是 阿古法治菩薩 跟一生苦術菩薩 都可以叫做菩薩摩摩摩摩 所以這個是在稱呼或是稱召 那麼文殊菩摩是他的一種尊稱 他就跟這個佛就跟文殊菩摩講 菩官是一切諸佛菩摩 即天隆鬼神 就是天隆八部 佛法裡面常常有很多所謂的天隆八部 他基本上分作兩類 一個是所謂的善道 一個是所謂的惡道 那麼善道就是說 他是天跟人 惡道基本上就是阿修羅 摩摩摩非人的陣類 那麼陣類它雖然是屬於惡道 但是它不是完全惡 那像阿修罗 他也很会不思 也会持见 那么也会护持道场 也会修行 但是他就是脾气不太好 个性不太好 那么你没有惹到他 他会帮你帮到底 你惹到他 他会跟你杠到底 那么这种他也会做很大的善事 就是 但是他的那种品 就是他内在的那个烦恼比较粗重 那他可以为 就是他可以为要做一件事 牺牲自己 没问题 但是你要惹到他 他会跟你拼命 他不要命也会跟你拼命 那么这种 这种从佛法来讲 就是大好大不好 他同时会造很大的善恶业 那一般来讲 我经常都是说有公无德 比如说像阿修罗也是 有公无德阿修罗 那么对佛法他比较重 一般来讲就是他相信佛 他相信佛法 扶持佛法 但不了解佛法 那么他会做很多外表上 外在的比较利益 扶持佛法的事 比如说粗浅 盖誓院 然后为佛教做很多事 他会做这个 但是你叫他 调补自己的烦恼 他调补不来 他不愿意改自己的脾气 你叫他去扛钢筋扛水 你去见世间 无怨无悔 但是 他受不了委屈 他只要 这个就不是我做的 这个就不是我说的 他不愿意受委屈 他一受委屈 他马上跟你翻面 他马上就不要了 这种 这种就是有公无德 德就是内在的 那我们要很注意这件事 因为 你虽然在佛教里面很发心 出钱出力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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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顺你的意 不然 你就是出什么 你就是出烦恼 那么这样 他也不是没功德 他也有 他也不是没福报 他也慈见 他也慈见 他自己也做好了 但是 烦恼一来 烦恼一来 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他调补不了自己的烦恼 所以 大部分我们 我们真的要学佛 那么 如果我这样看的话 很多学佛的弟子 很发心 很护持佛教 但是你单单护持佛教 没有修持佛法 一定在家就是 一定有两个人重要 护持佛法 护持佛教 修持佛法 但多数的人 护持佛教 不遗余力 但是修持佛法 就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认真 就变成有心无力 你看 很多次这样 我应援 护持佛教 不遗余力 当然是 要修持佛法 有心无力 我应援还没到 所以他 比较没有办法内化 那这种人 这种人 很容易 因为他 对佛法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对佛教 所以他多半会做护法神 那护法神就是 今天我们包括有些 就是阿修罗 夜叉 世王天底下 那个 那个 韦陀菩萨底下 有很多天兵天将 那个很多都是夜叉将来的 那个 都跟着韦陀菩萨到处去护法 护持佛教 真的 可是 他要看待那些 对佛教不恭敬的 他也会修理 那么 也会让他吃苦头 那么为了佛教 会跟其他的恶鬼打架 会这样 那 这样也不是不好 但不是太好 真的 我发现很多佛教徒是这样 夜叉个性 阿修罗的个性 真的 一定要改过来 真的一定要改过来 真的一定要改过来 那 如果你 记得 在家居士基本上 一个就是护持佛教 增长什么 佛法的善缘 善根 福报 第二个 要修持佛法 增长跟佛法 跟长出世的法源 那么 护持佛教只是 世间的善缘而已 你可以在世间享用福报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么你持佛可以有威德力 你布施可以有 可以有 可以有 可以有这个 富足的能力 就是比较 比较会有这个容易赚钱 而比较会有钱 那持佛就是你比较有威德力 你当官有规望 你比较容易做 做官也比较做到高 做领导 但是 但是 你如果内在的德性没有 你福报越大 福报大 你布施吗 福报大 你持佳 你持佳 名望高 你的官位高 你的脾气越不好 你越伤害越多人 越容易伤害人 那这个事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 那么 他也理所当然 所以 后来很多这一类的都会做护法神 他仍然心系佛教 但是 没有修学佛法 这很可惜 我见过很多居士都这样 真的 那么 越发心的 顶多让你做阿修罗王 夜叉王 真的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佛弟子想要的 要非常注意这件事 好 我们往下看 所以 但是你看 这个佛说法他都会来扶持喔 我说法会来扶持 然后 这个 此世界 他世界 此国王 此国土 他国土 那么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从十方来的 从十方来的 从十方来的 从十方国土来的 到十方的菩萨 魔法 有很多很多的国土 从十方国土 有十方国土的菩萨 魔魔法 那 有的国土没有山热道 有的国土有 像我们这个国土有山热道 有的国土是没有的 有的国土是没有的 但是像 像 像这种 那么鬼神基本上 是在山热道里面 鬼神是在山热道里面 那比如說你可以來這個道立天的 基本上都是像四王天底下的 或是說這個道立天主 他本身就是夜叉頭 就是他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麼是比較沒有惡性的 但是他底下的那些天兵天將 尤其是四王天底下的 那天兵天將基本上都是 就是一般就是也比較照很多善業的 那麼這一些 那麼有些都是附屬在天底下的 所以也可以隨著他的天王什麼樣來 不過他這裡講的就是說 來的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們那個 比如說什麼鬼王什麼鬼王 什麼天什麼天 所以鬼王他是那個 他那一類天倫巴布那一類 裡面的比較有力量的人 比較那個頭啊 比如說各個地方的總統來參加開會 類似像這樣 好 所以他就問文殊菩薩 現在再問一個問題 說文殊 文殊菩薩 你知道今天從十方國土來的 這一些菩薩摩霍 那麼包括這一些鬼王 那麼天龍巴布 你知道總共有多少嗎 奴之束縛 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 就跟佛說 世尊 那麼如果文殊菩薩是所有的菩薩裡面 他都是一身補出菩薩 我們剛剛講 文殊菩賢 觀音跟地藏 都是一身補出菩薩 那麼當然也有傳說 他是已經成佛再成為菩薩的 那麼也有這種傳說 但是其實就是一身補出菩薩 那這個以我的神力 他是 一身補出菩薩 基本上力量就等同佛了 等同佛 他可以視現佛身 一身補出的菩薩 可以視現佛身 但是他還不是佛 那麼如果以我神力 千劫測度不能得知 節是一個時間單位 很長很長的時間單位 那通常 一小節一中節一大節 一大節是 有一個地球 像我們一天是 一天是地球到太陽 自轉 從日出到日落 那麼 從現在的日出到下一次的日出 算一天 那麼一節 一大節 一大節是從一個地球的沉住壞空 算一大節 基本上是這樣 用這個時間來算 就是以一個地球的行程到它的消失 這樣算一節 那通常叫做沉住壞空 那人的話 從出生到死亡 叫做一世 通常都是由我們來算時間的話 通常都是從開始到結束來算時間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一節的話 基本上是印度很長的單位 通常如果要用佛法裡面的換算法 就是從十歲一百年加一歲 加到八萬四千歲 又從八萬四千歲 一百年減一歲減到十歲 這樣算一小節 那如果這樣算的話 大概一大節有十三億年 大概有那麼長的時間 那 就是 就是 時間上 但是怎麼算的 就是說 可能不能夠用我們現在的時間來算 所以一節大概多長 有很多種說法 非常多種說法 但是我們就是 很長的時間就是了 那現在有一千節 那一千節不算什麼 飛翔飛翔天的壽命多長 八萬四千大節 八萬四千大節 一千節 它零頭而已 但是已經很長了 已經很長了 已經很長了 所以 他說 以我神力千節測度不能得知 這只是形容詞 印度文學 那麼那個形容詞 譬喻特多 真的 我們中國文學裡面 大概只有莊子 大概只有莊子 比較會譬喻 那譬喻特多 那麼印度文學裡面 那個譬喻過多 我們現在來看就是有夠誇張 就是說 它形容的 已經超出我們的想像 真的非常非常多 你看我們的數詞 數詞 各時百千萬命 大概十幾個而已 它們有一百四十幾個 好多好多 好 千節測度不能得知 它的意思是在說 以我現在 除了佛之外 持了佛之外 它的智慧最高 那麼沒有辦法了解 到底有多少人 那這種其實在當中心裡面的描寫 很常見 其實就是在形容 在形容非常非常多而已 那麼佛告文書實力 你看佛甚至講 不要說你不知道 就算我來看 也沒有看法看 到底有多少 那這個 這個已經不是有點誇張 是非常誇張 但是它只是形容詞 因為佛是一切法 那麼無不了知的 那麼它這麼講其實是 其實是 在說明 不斷不斷有人來 不斷不斷 就非常多的人 所以它說 無以佛眼光顧 由不盡數 那麼如果這樣講 那麼其實像佛度的眾生到底有多少 那麼有些就是 也不能算清楚 那不能算清楚 並不是真的算不清楚 而是 因為佛一直在度眾生 一直在度眾生 那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剛算完 等一下又度好幾個 等一下又有幾千個 所以怎麼算得完呢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也有很多也是這種 這種的說法 好 那麼此皆是 你看 它到頭來 它到頭來 不是 不是在說 不是在說 這忍太多算不清楚 到頭來算不清楚的是 地戰菩薩 等一下看 你看 以佛眼光顧由不盡數 為什麼 連佛都不知道有多少 那麼 這個我們會覺得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連佛都不知道有多少 底下就講理由 你看 此皆是地戰菩薩 久遠傑來 你看 久遠傑來 已度 已度 一定算得清楚 已經度多少人 比如說 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 已經畢業多少人 一定算得清楚 將畢業多少人 就不一定 有些人會畢業 對不對 對不對 未來會畢業多少人 哪裡可以決定 對不對 未來會畢業多少人 哪裡可以決定 這個學校總共 教過多少學生 已經畢業的 可以算得出來 這個學校會教多少學生 會教多少學生 你不能從畢業的算 現在正在讀的 那未來 未來這個學校讀的 都是這個學校教的 所以 為什麼會算不清楚 因為這樣算不清楚 所以這個就有道理 所以他這樣就講理由 那你說文書菩薩都看不清楚 連佛都看不清楚 那到底 到底是多少 當然你也可以說 無我無人無眾生 哪有個數目 但是現在不是從聖意地想說這個東西 現在不是從聖意地想這個東西 現在是 是在說明第三菩薩的偉大 功德殊勝 只是在說這個 好 所以他說 已度 已經 已經因地藏菩薩得度的 當度 現在要因地藏菩薩得度的 未度 將來要因地藏菩薩得度 那未度 你學地藏法文 你相信地藏菩薩 依著地藏菩薩 本願經 或地藏十輪經 依著地藏菩薩的精神 在修行 你就是為 為將來因地藏菩薩得度的眾生 其實是這樣 所謂以成就 當成就 未成就 那麼已經度的就以成就 當度的就當成就 那麼未度的就未成就 還未成就 但是未來未成就 所以以成佛 當成佛 未成佛 一樣 那麼 那麼文書施力 白佛言 文書施力就跟佛說 那麼世尊 你看 他說 我以過去 久修善根 長久以來 長久以來 都 修學善根 波羅經裡面講 我們先講 波羅經裡面講 一個人 或是一個菩薩 一個學弟子 那麼他要有素洗山多 那麼如果從解針密經裡面講 他就不是素洗山多 而是 具足 無法 這個我們稍微來講一下 術就是過去 術就是過去 術洗山多 就是你在這一方面 你要做很多這一種 累積我們的善根福德永遠 術洗山多 所以你必須在 在你 你還沒成就以前 你要累積 成就的資料 那麼素洗山多 不是三天 我怎麼寫三天 素洗山多 所以這個多就是 你要常常做 要相聚做 要一直做 做到它成熟 好 那麼 基本上 第一個 就是多供養佛 多供養諸佛 其實就是修福報 跟佛法解法源 多供養諸佛 第二個 那麼多種善根 這個是波羅經裡面的 多種善根 第三個 那麼是 多與善之士相隨 這是親近善之士 那麼多供養諸佛 主要是 主要是多見佛 要多見佛才能多供養諸佛 那麼你怎麼樣才能多見佛 你要跟佛法源成見到佛 那你見到佛 你要相信佛 你才會供養佛 對不對 那一樣啊 你說回教主會不會去 買花去供養佛 那不可能啊 他有沒有見到佛 有啊 但是他不會買花去供養佛 他會供養什麼 供他們的神啊 印度教主會去供養彼斯弩 但是他把佛 當他們的神也會有 那麼所以 你會供養 你可以見佛 見佛會供養佛 表示什麼 表示你恭敬尊敬 這個人 那麼你才會怎麼樣 你才會供養他嘛 對不對 你討厭這個人 你還把佛愛去供養他 那不可能啊 你都不相信這個人 你還會去供養他 你覺得他是騙人 你還會去供養他 那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 多供養佛 就表示 你在很多佛裡面 或是在一尊佛裡面 你很多次的常常 常常怎麼樣 常常親近佛 就親近佛 佛是最大的善知識 那麼當然佛弟子也是 就是比如說 佛的聖弟子 比如說水利佛 慕見人啊 阿難啊 家瞻眼啊 婦羅那啊 也一樣 那麼這個跟佛差不多 就是 跟佛都是得解脫的聖者 但是當然 佛比較厲害 那麼基本上 多供養佛 多供養諸佛 多就是什麼 常常做 常常做 你不能做一次兩次 不行 要常常常 相虛 多種善根 等一下來講善根是什麼 那麼多與善知識相選 就是修虎報 供養佛 那麼常常親近善知識 那麼聽他的教導 好 那麼這個善根 這個善根 我們常常講 這個人有善根沒善根 善根深厚 善根成熟 善根是什麼呢 那麼 提佛達多 斷善根 善根 善根是什麼 基本上有兩種說法 一個以阿含經裡面來說 那麼善根 就是佛經裡面來講 基本上善根有兩種 一種就是 無貪 無稱 無癡 三善根 無貪 無稱 所謂的根就能夠生長 生長什麼 株善法 四出四間的善法 能夠一隻生長 四出四間的善法 就叫做善根 好 那麼 基本上是無貪 無稱 貪稱之是煩惱 如果你有貪稱之 你就有煩惱 有煩惱就是惡法 有惡法就沒有善法 有善法 有善法就沒有惡法 有善法就沒有惡法 所以 無貪 無稱 無痴 是三善根 基本上這個是三善根 這個是阿含經 雜案裡面特有說的 基本上都是這樣講 另外一種 也有說到的 就是五根 性禁念定位 五善根 又叫做五根 五善根 一般叫做五根 性禁念定位 由這個能夠不斷地成熟 四出四間的善法 尤其是性 性為能入 入佛法 大愛 然後能夠得到佛的功德 最後 慧為能度 一慧 以性為初 以慧為最最後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善根 那麼多種善根 基本上 那麼一般來說 就是在佛法上 那麼不斷不斷地 那麼對佛法的信心 越來越多 那麼對佛法的信心 越來越多 那麼你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你 佛所說的 佛所說的法 你多少會做 然後變成一直在做 那麼如果 所以我們說 基本上 比如說你是佛教徒 那麼你一定有兩個特質 我們剛才講過 不管在家出家 不管在家出家 就佛弟子 我們說佛教徒 或是佛弟子 他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 護持佛教 第二個 修持佛法 通常都是這兩個 那所謂的佛教徒 是依佛教導的人 學習佛陀的人 學習佛法的人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所以 多種善根 就是常常依著佛法 而學習 然後調伏自己的煩惱 調伏自己的煩惱 不但護持佛教 比如說供養佛 那麼 依著法修行 那麼 常常 常常這個 常常這個 跟這個 佛弟子 聖弟子 那麼學習 那基本上是這樣 那基本上也是三寶 佛法生 好 那這個是所謂的善根 這個是所謂的善根 那如果從 如果從解針密經來講 他所謂的 所謂的一個 一個人 能不能成佛 這個是素習三多 就是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情況 你學佛就比較順 你比較容易成佛 就是我們要累積的滋養就是 不斷不斷的向佛學習 那麼歸以佛向佛學習 從此過覺悟的生活 覺悟就是什麼 不起煩惱嘛 你覺察 覺察自己的煩惱 然後控制自己的煩惱 然後調伏自己的煩惱 最後斷除自己的煩惱 那這是 這是如果從菩薩道來講 這是第一步而已 不是第一步 這是 這是所謂的解脫道而已 還有菩薩道 知道別人有煩惱 那麼能夠 能夠 能夠 警醒別人的煩惱 然後能夠幫助他調伏煩惱 那麼就好像你有病 治好自己的病 這個是解脫道 你不但能夠治好自己的病 你還能夠幫助別人治好他的病 你不但能夠調伏自己的煩惱 你還能夠幫助別人 依你的經驗 依你的方法 依你的智慧 展現你的慈悲 幫助別人 調伏他的煩惱 那麼這個 這個就厲害了 那麼這個 基本上來講 在修持佛法裡面 除了自己解脫 菩薩道裡面 還要修很多幫助眾生解脫的方法 那麼特別是那些剛強難挑難拔的 第三菩薩專門做這種事 那些別人度不了的 那些別人不想理的 那些被拋棄的 五逆十二的 第三菩薩永不放棄 這個精神很偉大 真的 你不要以為 這個真的不容易 那麼那個人 先講講不聽 先教教不教 你就會 你不是被他氣死 你不是被他氣死 就是被他折磨死 那麼但是 你有足夠的耐力 有足夠的智慧 有足夠的慈悲 我就是等你 我就是要幫你 他那個願不退 那個很厲害 所以 一般遠修地藏菩薩法門的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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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地藏菩薩就是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可是你會發現到 很多修地藏法門的人就說 你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他就不一樣了 是對 是對 聖明這種人不入地 誰會入地 會詛咒別人下去 這就不對 其實你要真正了解大聖的精神 菩薩道的精神 你會發現到 菩薩真的是偉大 真的偉大 你自己在本身 實際上去做 你會發現到 實際上沒那麼容易 但是也因為男人 所以可貴 很難做得到 所以做得到的人 很值得讚嘆尊敬共有 真的 我們就是要學習這種 佛法要注釋 要有很多菩薩 真的 要有不畏艱難的菩薩 其實這個就是 比如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來學習地藏菩薩 第一個就是精神 那一種精神是主核心 菩薩的精神 菩薩行解 菩薩的願 第一個要有菩薩的願 菩薩的精神 然後要有菩薩的行為 然後就是慈悲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 不是有願 那麼一直去做就對 不對 還有菩薩的智慧 菩薩願 菩薩行 菩薩解 就是菩薩的智慧 菩薩的慈悲 菩薩的願力 這三個 就構成一個很堅固的菩薩道 那個願不退 那個行非常的廣大 然後利益一切的眾生 即使是剛強難強難撫 那個智慧非常的深澀 別人看不懂的 別人轉不來的 他就是能轉 那麼這個就厲害 他很容易看出這整個過程 因為他也有神通法 或是他有 不管有沒有神通法 就是他有那種足夠的智慧 去了解整個因果 整個緣起 那麼他從中 可以 一點一點 即使只是一根絲 一根線 能夠把那個人救起來 他都會想辦法 用盡辦法 用那一根線 把那個人救出來 如果沒有那根線 那個就斷善根 那個就沒辦法了 但是即使是這種人 地藏菩薩也不放棄 等待 等待 等待他善根 從地域出來 善根再相續 你看 我們一般人哪有那種 一般人哪有那一種 那一種蝦然不容易 所以地藏菩薩的偉大 我們說過 那麼 所有的菩薩裡面 大概就是 地藏菩薩要學釋迦的 他沒有在淨土 他就在繪圖 他就在繪圖 他不是在家 他就出家 釋迦不可以出家 其他菩薩都在家像你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地藏菩薩 他 他展現的菩薩型 那麼特別是在佛法離開很久之後 很多人 很多人 越來越多的人是 邪見越重 然後越來越剛強難強難腐 那麼更多需要像地藏菩薩這一種 這一種圖上 其實是需要的 那麼我們說到 這個是素食三多 那如果是這個 解釋蜜經的 他有所謂的無法具足 我們可以做參考 所以這裡種善根 解釋蜜經的 解釋蜜經的講 要成果的人 基本上 基本上要五四具足 那麼跟素食三多氣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具有 具足 圓滿這 這五件事 那麼 第一個就是種善品善根 五四具足 第一個 種善品善根 就是種善根 善品當然就是菩薩道理 叫菩薩院 一樣是種善根 一般我們講說種善根 第二個就是要清淨諸葬 就是煩惱要保 你要知道怎麼調好煩惱 就像我們在講 清淨諸葬 那麼 所有的障礙都從煩惱為本 貪真之為本而引起的 因為貪真之會造惡業 惡業會受苦爆 那是禍業苦 就這樣旋轉 那麼多從煩惱來 煩惱都從無命來 清淨諸葬 那佛法在講障礙 佛法在講障礙 通常就是兩種障而已 障解脫 障成佛 障礙解脫跟障礙成佛 主要是障解脫 跟障成佛 讓你不能解脫 讓你不能成佛的 那麼它基本上 障裡面 一般我們講廣的叫做三土八納 它都是障礙 三土八納障礙 那麼一般來說就是 分三個層次 叫做暴障 果爆上的障礙 比如說你下地獄 你就不可能再修行 你下三二道 你不可能再修行 修行也沒多大力量 修不了什麼 你照三二葉的力量 都是果爆形成的 它跟三二葉比較沒什麼大的關係 都是受苦比較多 但是它還是可以 但力量不大 一隻獅子去吃 吃一隻羊 它是有殺心 但是它這個果爆 它就必須要這樣 一隻蛇去吃青蛙 那麼基本上 這個是一種果爆上的 的這種因果酬場 它比較沒有散熱葉 比較沒有 你說羊吃草 它好慈悲喔 吃素 沒有 不是 它並不是因為 不傷身的關係 吃草 不是的 所以你下三二道 你下三二道的話 基本上 散熱的力量不大 這個時候 果爆上本身就障礙 障礙你什麼 你就是聽 眾生愚痴 他聽不太懂 聽 就算聽得懂 理解不了 很難理解 所以他本身有障礙 果爆 果爆障礙住人 那麼 從人的話 人字基本上沒有暴障 這個是暴障 還有一種業障 人來講的話 你在佛前佛後 你在佛前佛後 四字變衝 這個也是暴障 當然是 那麼這個也可以叫業障 可以叫業障 那像你說周立盤頭前 周立盤頭前過去是三藏法師 但是因為念法 他覺得 我這麼努力辛苦修行得來的法 怎麼這麼輕易就給你講 他念法 他不願意 他覺得我會有那麼大的劍 我這隨便就跟你講 我才不要 所以他的法就藏在裡面 不願意跟別人講 而慢心也會有業障 那令射 就念法 反正這些都全有業障 就是他會障礙住你 可是你這一輩子 如果因為參圍 因為怎麼樣去掉了 他又會顯現 那爆障就沒辦法 要這一試完了 這一試完了 那業障是你這一身 你如果能夠把它消阻了 那麼 他就不成為障礙 爆障沒有 爆障就這一次要 你這一身行走三熱道 要從三熱道上來 你才有辦法 要不然沒辦法 那麼 所以 你戰略都是自己給的 那不管是爆障業障都從哪裡來 從煩惱來 所以叫做煩惱障 叫做煩惱障 誰在這裡你們看得到嗎 你們看得到嗎 煩惱障 這個大家應該常常在學佛應該知道 我用念的大概就大概在知道 我是盡量跟你們講清楚 那麼這中間就給了很多這種佛法的明像概念 盡量跟你們講清楚 那實際上如果照禁文來講不用講到這麼多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的 就解脫障解脫 然後牽牽處障 就是說因為你 你沒有障礙你就怎麼樣 你就不能成佛 他是講怎麼成佛的障礙 成佛要具足這一些 就沒有障礙 基本上就是沒有障礙 那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成熟相續 這我們把它擦掉 好 那麼我們照著善業 我們照著善根 我們的業 我們要知道業報理論是這樣子 要成熟才會受報 熟者先簽嘛 果報是這樣的 業果 或我們叫做業報 或是業果 那麼基本上就是成熟 要成熟 要成熟才會受報 不管是三月二月都是這樣 那如果同時有兩個成熟 看哪一個比較重 哪一個先成熟 哪一個先受報 比如說你做人跟生天的業同時成熟 那麼天比較重就先生天 等天上下來 人的業報成熟 那你就做人 或是說你三二道裡面 你做貓跟做狗的業都成熟 當然這個應該說 比如說你做鬼跟做貓的業都成熟 但是你鬼的業道的業先成熟 你就先做鬼 鬼完了之後 會怎麼樣 會去做促身貓 那已經像這樣 就是哪一個業報先成熟 那麼三二月都一樣 三二月都一樣 三月跟二月 都一樣 成熟才會受報 不成熟呢 不從久就等待受報 他一直等 那麼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成熟 那怎樣會讓他成熟呢 你持續做就會成熟 相續做就會成熟 所以善業也這樣 所以那個阿羅安也有業啊 很多業啊 但是 假設他正了阿羅安之後 他那些惡業沒成熟的 就不會再受報了 他如果沒有正阿羅安 或是沒有正聖果 那麼他就會一直受報一直受報 沒完沒了不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一直照業一直成熟 一直成熟一直受報 又一直照業 就這樣阿 可是正了出國的人 他不會照三二道的業 正出國跟正見就這樣 不會照三二道的業 所以 過去三二道的業 永遠不可能成熟 為什麼 隔斷了 不會再做了 不會再做 就不會讓他成熟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持劍 基本上 就不會剁三二道 你真人持劍 但是沒有事的時候可以持劍 有事的時候 有時候持不了劍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會照業 基本上 我就說過 我們會照業 基本上來這三個原因 第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無知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 像我以前很喜歡釣魚 釣魚是一種高尚的 以前來講 是一種高尚的休閒活動 對不對 那有什麼不可以的 你學了我才知道 他並不高尚 對不對 所以以前不知道 我哪裡知道 釣魚之前 現在釣魚都要買那個 買那個魚餌 不是 以前釣魚是挖蟲蟻 有沒有 你第一個 你釣魚 你要先挖蟲蟻 把蟲蟻挖出來 先勾在那個魚溝上 再拿去魚盒裡面 把那個魚又勾上來 你想想這種行為高尚 如果你是那個蟲蟻 也不知道是哪裡得罪你 我們還在土裡面 也有事 沒事把我挖出來 挖出來就算了 還給我勾在勾子上 勾子 勾子上就算了 還要拿去給魚吃 那條魚也是很可憐 你看 那你釣到魚 你也只是魚了 你也不一定拿回去吃 真的 就算你拿回去吃 那又是另外一種事 所以 你不知道這個是錯的 你不知道 那我們從小到大 照顧多少月 很多都是因為無知 這個很可怕 我這樣仔細想 所以佛法的政見 第一個 事件政見是什麼 知什麼 有善有惡 你要先分別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就是什麼是對的 世間人的對不對 跟因果的對不對 不一定一樣 可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哪裡知道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人 過去一生有學佛 所以他這一生 至少還沒學佛以前 他就知道 他不傷害眾生 真的 有些人就這樣 這個人過去一生 肯定 肯定有學佛過 他就不占人家便宜 他就不會去傷害眾生 看到眾生受傷害 我見過這種人 他小時候就這樣 他見到眾生受傷害 他會感同身受 他會感同身受 但我們沒有 我們覺得 釣魚就是要挖蚯蚓 釣魚又沒有什麼 釣魚又不是殺人混混 對不對 我們就會覺得 以前呢 不知道 我們會造業 基本上很多都是因為無知 無知 第二個是因為什麼 因為無力 我知道不好 但是我控制不了 有沒有 我知道不對 但是我沒辦法 你也知道罵人不好 但氣起來哪有罵人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只怕罵的不夠好 是不是 很常見 這個我們也經過你過啊 對不對 所以 無力 我沒有辦法 煩惱再跑 我沒有辦法 我不罵出來更難過 雖然罵出來你會難過 但不罵出來我比較難過 就讓你難過 還讓我難過 對不對 就這樣 就無力 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這個表示你的心沒有力量 你沒有學習怎麼控制你的心 戒就是在控制你的心 給你一個範圍 叫你不要超出這個範圍 你暫時沒有辦法不起煩惱 當然是 你必須把煩惱控制在這個範圍裡面 不要超越它 因為這個會讓你不可收拾 其實是這樣 其實佛法的修行是這樣來教的 然後慢慢訓練 在沒有境界的狀況下 訓練自己的心 從哪裡訓練 比如說觀呼吸 念佛 誦經 拜佛 那麼讓我自己穩定 讓自己專注 專注的心有力量 穩定的心有力量 那麼最有力量的心是 清楚明白的心 智慧的心最有力量 那麼這個就是佛法的界定慰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這裡說到 這裡說到成熟相續 那麼我們說到這個業要受報 它必須成熟 那我們過去中有很多善惡業 你善業不繼續造 你也不成熟 惡業不繼續造 它也不成熟 可是你過去 親近諸佛 那麼多布施多慈戒的 而得來的善根 假設不繼續做 它也不會成熟啊 一樣啊 一樣不會成熟啊 所以 而且我們重點是要把 世間的善法 轉成什麼 初世的善法 從世間的善源 變成初世間的法源 佛弟子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 這個佛陀有一天 佛陀有一天 帶著阿南去託婆 他看到一個 一對老人家 就在那個垃圾堆旁邊 燒火取暖 你看很可憐 你看取暖要到垃圾堆旁邊 那個就是很窮的啦 如果家裡有錢的哪裡需要 自己用個火爐在那邊烤火啦 那你看 那麼 他要在那裡 要在那裡 要在那裡取暖 又駝背 但是他還算長壽 能活到那麼長壽 佛陀就跟阿南講 這兩對夫妻 這對夫妻 應該都 應該都 差不多很老了 背都彎了 九十幾歲 如果他少年就 年輕的時候 年紀小的時候 就努力賺錢 他可以成為大副長者 第一有大副長者 如果他那個時候 就出家修行 他可以正阿羅安 如果他再晚一點 他再晚一點 青年的時候 少年就十五歲到二十歲嗎 那青年就二十歲到三十歲嗎 二十歲到四十歲了 那麼他就修行 他可以正三國 那麼如果他努力賺錢 他也可以得 第二副的長者 如果他在四十歲 中年以後 四十歲到六十歲 那麼 出家修行 他也可以正出國 如果他這個時候 努力賺錢 他也可以怎麼樣 成為第三副有的長者 這個時候年紀大了 哇 因為錢多嘛 房子又住得大 然後很多員工啊 很多人啊 但是他現在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 他沒有相續啊 為什麼他這一生努力 就會正阿羅安 就會正二國 就會正出國 他過去生有善根啊 過去生有善根 誰沒有啊 真的啊 我們會來學佛 我們會來學佛 難道過去生都沒有接觸過佛法 這一生就會來學佛嗎 沒有 沒有 那麼所以 多少 提伯達多跟佛出家 過去生沒有善根嗎 有啊 他 跟佛做堂兄弟 又跟佛出家 是最早的呢 在捨立佛目見年之後 佛陀成佛第六年 回鄉省清 阿難提伯達多 阿那利 這一堆人全部跟佛出家了 他出家是很早的 而且那個時候他正年輕耶 他也是王子耶 他可以捨掉王子王公的富貴 跟佛出家 沒善根嗎 可以跟佛出家 是有善根的 能夠見佛都有善根啊 何況跟佛出家 天佛說法 但是最後怎麼樣 過第一 為什麼 他沒有相續啊 他的善根沒有辦法成熟 反而後來一直怎麼 起煩惱造惡業 讓他的惡業成熟啊 善業沒辦法成熟 他還有善業跟敬業嘛 業裡面 如果這個是世間的叫做善業 那善業裡面再進一步的叫做敬業 就是可以解脫的 解脫的敬業 那麼他沒有啊 他沒有相續啊 他一直在起煩惱 就變成煩惱相續 煩惱相續就惡業相續 惡業成熟會怎麼樣 受惡報嘛 所以學佛一個重點 學佛一個重點 就是要讓你的善心相續 要讓你的法源相續 讓你的善源相續 讓你的法源相續 讓你的惡源怎麼樣 怎麼樣 停止 讓過去的惡源 可以怎麼樣 可以消除 過去已經有的惡源怎麼辦 惡業怎麼辦 透過懺悔 透過忍路 讓他消除 已經有的惡源 惡業 已經有的惡業 要透過 透過 已經有的惡業透過懺悔 可以消除 懺悔會不再造 他不會相續 透過懺悔可以消除 已經有的惡源 要受爆了 他來罵你 他來傷害你 透過忍路 可以消解 我們透過忍路 我們透過忍路 來消消你 消解 過去的惡業 我們透過忍路 來消你過去的惡源 我們透過慈戒 透過慈戒 來 來 來防止 辛勤的惡業 惡業 你過去沒造 你現在造就有了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 你慈戒就是你不傷害眾生 你不造作惡業 你以前也許沒有 但是你現在不慈戒 現在就有了 現在有 未來就要有 未來就有 那麼你以前沒有 你以前有 你現在不做 就他等著 你以後 成道之後 這些惡業 永遠不會再相續 即使你遇到很惡逆的環境 你也不會再相續 所以他的目的是怎樣 所以透過慈戒 讓新的惡源 假設 你過去沒有這樣的惡業 他不會有新的惡源 假設 你過去已經有惡業惡源 那麼他因為慈戒 不在做嗎 他也不會成熟 所以慈戒 透過慈戒 讓惡業惡源 不會增加 不會產生 讓慈悔 可以消你過去的 那個心啊 那個心 他不會有再造作的心 那麼 透過忍路 透過忍路 讓過去的惡源 惡業可以減少 透過布施 可以讓善緣增加 透過 透過這個精進 透過這個禪定 透過這個文師修 可以讓善業善緣 跟禁業禁緣 增加成熟 其實這個就是佛教 教我們修行的方法 那你好好想你就知道 其實要怎麼做 我們自己很清楚 只是做跟不做而已 那麼你有沒有努力做 用心做 這個很重要 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方法 你要知道方法 那我們說 第一個就是因為 我們基本上 很多人是不知道要做 不知道要怎麼做 這個就是無知 不了解嗎 佛法第一個就是 你要先清楚明白 你要怎麼做 要做些什麼 要怎麼做 那因為你知道 做了後會發生什麼 不做會發生什麼 這個你清楚 所以第一個要有政見 政見有善有惡 有業有霸 這個很重要 那麼它的具體就是這樣 那麼之後就要訓練自己的心 透過誦經 透過拜佛 透過天經 奴隸思維 那麼讓自己的心非常有力量 有沒有力量在禁戒 煩惱禁戒起來的時候 你能不能覺察自己的心 能不能控制自己的心 能不能調伏自己的心 就知道你有沒有力量 如果沒有 要加強訓練 如果有 那麼要 也一樣要加強訓練 不是說那我有了 就不用訓練了 有 要有到讓它變成 任運自然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基本上 不用太訓練 不用太訓練 它自然而然就會這麼做 這麼想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怕 往下掉 你就是要這樣訓練 那禁戒很多 天天都有 哪有可能沒有禁戒 就是被一隻螞蟻咬 也是禁戒 我們習慣就是 咬 馬上這給你了 真的 我們習慣 我們習慣 那你這個就是習慣 可是這個就是習慣造業 那所以 當你 當你養成習慣的時候 你馬上會覺得 什麼業是可以造的 對你來講 不是這麼高的 沒有什麼啊 可是對於螞蟻來講 那就不是沒什麼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跟它 造二月 有沒有造二月 有 有沒有結二元 有 那這些二月跟二元 都會在你的生命中 不斷累積 它就會成熟 我們先下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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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